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用正比例解决问题 好 我们先来想一想 我们看什么叫正比例呢 两种相关联的量 一种量变化 另一种量也会随着变化 如果这两种量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比值是一定的 那么这两种量就叫做正比例的量 它们的关系就叫做正比例关系 同学们 大家知道什么是正比例关系了吗 那我们看一看 判断下列每题中的两个量是不是正比例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一购买课本的单价是一定的 那么总价与数量成不成正比例关系呢 我们知道总价除以数量等于单价 那我们单价是一定的 等于总价 比数量的比值是一定的 那么这两个量就成正比例关系 所以它们是正比例的关系 再看 差一定被减数与减数呢 我们知道被减数减减数等于差 这个是减法计算 它们并不是比值一定 所以它们不成正比例关系 同学们你们判断对了吗 好了 下面呢 就和老师一起运用正比例关系 学一学今天的知识吧 我们看一看 张大妈说 我们家上个月用了8吨水 水费是28元 看一看 李奶奶家说 我们家用了10吨水 那么李奶奶家上个月的水费是多少元呢 我们可以利用正比例关系 看一看 先算出每吨水的价钱 再算出10吨水是多少钱 那我们也可以用比例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设李奶奶家上个月的水费是x元 我们看一看 因为水的单价是一定的 所以呢 就成了正比例关系 水费和用水量是正比例关系 那么先列出张大妈家的正比例关系 用水费比用水量 再列出李奶奶家的正比例关系 用水费x比用水量10 列出方程 好 我们最后解出来 x等于35 所以答李奶奶家呢 上个月的水费是35元 同学们 你们会做 你们会做用正比例解决问题的应用题了吗 好 下面呢 我们一起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 练一练吧 好 我们看看 这道题 小蓝的身高1.5米 它的影长是2.4米 如果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测得到一棵树影子长4米 那么这棵树有多高呢 我们看一看 找一找有没有正比例关系呢 看小蓝身高是1.5米 它的影长是2.4米 如果有影长 影长 是不是就是此时此刻的折射率 那此时此刻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它的折射率是固定的 是不变的 那影长和身高就成正比例关系 我们运用影长和身高成正比例关系来解答一道题 解设这棵树高为x米 我们用小蓝的身高比上影长 就等于这棵树的实际高度比上影长 最后我们再解答x等于2.5 所以答这棵树的高度约为2.5米 同学们 你们找出正比例关系 并且做对这道题了吗 注意 在计算时一定要找准 找准对准的量 谁和谁是一组的 好了 下面和老师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本节课所学的内容吧 这节课呢 我们学了用正比例解决问题 那我们首先要找出两种相关联的量 判断它们是否成正比例关系 再根据正比例的意义列出方程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吧 再见 感谢 感谢 感谢